大家好,歡迎收看中午這節節目 我想今早都沒有特別驚喜、驚嚇 因為一開出來,就已經嚇到定格了 我想你亦不會預期有很大的反彈 恆生指數最低位是二、四、六邊的位置 看看有沒有再刷新的低位 有的,最低並不是我們開早試節目的時候 最低是10點正 24653、24653 暫時低位還未穿246 現在暫時上248 若莫加多105點上去 即是曾經跌過600大點 現在暫時收窄到450點左右 就有10分鐘時間 半日市又是514億 這個是相當之近尋的半日成交 好啦,那你說究竟… 不是呀 神經病,這個還未更新 應該553億成交 現在看一看,這個就對了 現在暫時是24783 恆指跌465點 剛才還未跳 不要誤導大家 不好意思 現在554的成交 即是說輕微多過昨天 我記得昨天500頭的 不過都是那句 跌市裏面的成交 稍微放大了一點 這件事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雖然就在低位要撐回150點上來 看到恆生指數要跌的時候 很多個股都要跌 現在只看到一隻升 在20大成交 竟然是一隻內房 真是認真意外 不過稍微轉眼一下 現在先看看大陸的東西 騰訊跌3個百分點 海螺跌5個百分點 跟著有海友跌3 信譽跌7 中銀香港 這麼保守都要跌3 中石油跌3 吉利跌4 農行跌3 好啦,不如我們都看一看 這個breakdown 看看究竟恆生指數跌450的時候 其實有什麼股份拖累來貢獻跌幅 騰訊跌65點 有邦跌61點 匯控跌39 海友跌28 建行跌23 bottom 5加起來 應該有兩塊 騰訊有邦匯控海友和建行 200點的跌幅 真正幫到 真正不是融創一隻 真是內房有少少奇怪 今天原來top5都有數隻內房 竟然居首貢獻行指叫做逆市上升 貢獻行指捨微升幅 是有碧桂園 八點 萬洲豬五點 中海外又是內房 兩點 煤氣 兩點 煤氣這些沒得好說 因為工庸 靠這些時候要去看真大師 嘩 Jason一點 華潤置地也有一點 即是說 碧桂園中海外華潤置地 貢獻行指升幅 然後融創還升到百分之二 那不如這樣 甚麼都不要說 首先說電話號碼 3108-3399 3108-3399 講完宣傳電話 隨時打過來 轉頭就聽了 我真是很想研究一下內房 內房究竟發生甚麼事 為甚麼突然間 會有這樣的情操 突然間逆市請強 1918融創 正在升至2.7% 2007 碧桂園 正在升至 看看 2007碧桂園 嘩 升至3.6% 真是 逆市 竟然 跌了眼鏡 還有一隻 109華潤置地 這個1毫 合理 剛才還有一隻 叫688中海外 1毫半 碧桂園 看看圖 3.6% 當然 圖是九牛一毫 跌了這麼多 彈回來 都不太開心 1918也是 但是 我就真是想研究一下 因為 老實 內房的質地 大跌市裏面 它不跌 跨市 都執新彩 還要有得升 這裏 真是有多少 要 影招 影招 究竟是甚麼 現在看到 沒有 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又不是 你不用知道 有 政策先 政策不行 你已經偷笑了 好了 但是 沒有 見不到 但融創沒有 碧桂園 又有沒有 暫時 暫時都沒有 奇怪 有些人說 憧憬四季 四季都沒有用 金九銀十 都死了 怎麼可以 好了 再看看 內地 A股的行程 雖然 A股還是跌 A股現在跌 37點 上證 收了 2566 跌1.4個百分點 A股是否有升 我要研究 領帳板塊 有些黃金股份 有證券股 證券股 證券股是要講的 其實中信證券6030 有些還在升 鴻安區地產 三線地產 愛房有升 在A股 確實了 你當它是逆市板塊 跟A升 剛才所說 6030 今天是在升 當然 剛才你說內房 怎樣 找完 只有G字 買不買 當然是不買 首先 內房充滿你淡 但是歷史 A股升 它升 券商今天升 6030 中信證券 升1.7 6837 海通 升3.4 其實 我又不是說 教壞大家 首先我不會叫大家買 但又真的OK 你看看它的樣子 一枝羊竹鎮兩日 再開一枝羊竹 而這枝羊竹 Day4 是靠 升穿Day1 收市價 6030 差一點 6837 漂亮一點 是不是 鎮兩日之後 升穿 以圖輪圖是好 但當然你問我 真的你要相信 A股有什麼行程 才好說 就這樣 看圖 不夠 因為看圖 你一睡醒 什麼圖都插爆你了 所以就自己看緊一點 究竟什麼事呢 我都要深入研究一下 暫時看到 即是說 內房和證券股 是逆事請強的 恆生指數現在還跌459.24790 失敗那個叫做 24800 由於今天很多電話打來 暫時在排行 看到有四個 做完第一節先 我早點去廣告 早點聽電話 稍後見 好 回來了 現在恆生指數還未收 差一分多鐘 不過今天應該都是 在248邊的位置 收回半袖 大家自己留意先 留意 但是始終 今天都是大成交 不過我這樣說 慶幸是慶幸在些什麼呢 你譬如看看 如果現在是打顆星 還記得 不如先記錄到開市位給大家 因為開市位重要 開市位是24766 這便會決定今天是陽速還是陰族 記住 766這個位置 記住 聽電話 Jason 快答 你很快要收線 很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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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應該如何部署 是否全部走過去 過幾天 扔到SQQQ 那裡 走完 然後過幾天 扔到SQQQ 因為T加2 你貸完也要時間 是的嗎 即走即見錢 你那是什麼行 你要變美金 那我只可以告訴你 例如1177 現在這樣的走勢 暫時有得到升 老實 你的股多厲害 我就永遠不會抹殺一隻股份 我就好客觀 純粹看圖 今天升 也不代表以後不再跌 但是你想想 當指數穿底的時候 你的股沒有穿底 好了 到跌市四百點的時候 你的股有得升 我不會在這一刻放棄它 它起碼沒有穿底 這一浪 與其你連之前這樣硬吃 都吃到現在這些位置 我是你 我不會走 那我先拿著 你自己想想 或者你要分住去做其他事情 那這些是你自己的決定 但是我會說 現在All Out 有些不值 因為當它已經是叫做 站穩的時候 甚至乎今天 歷史都到升 那你未免太過 容易放棄它 現在這一刻說 好吧 謝謝 就這樣吧 拜拜 那留意 其實這隻 都算OK 不過我想不是每隻藥都可以 874 白雲山今天跌1.5個百分點 1093 石藥現在跌0.4個百分點 2186 綠葉 暫時跌2.3個百分點 所以 其實 都 它就算是這樣 不過又這樣說 我馬上掃給你看 1093 未穿底 2186 未穿底 874 未穿底 其實那些藥股真的 藥股開始 這一浪 就這半個月 沒有再跟時跌 這個大家 看 不是叫大家買 但是儘管得個資質 鍾小姐 來了 無影腳 不是 我是 摩打掃 摩打掃 是 OK 師傅怎樣看 不敢打掃 我都是好像今早所說 除非過夜 不過當然 馬後炮就說過夜 最好真的 日日清算數了 下了來低位 我感覺都不要心急打掃 是 是 我怕他打掃 今早其實它完全沒有波幅 是 大概267元這些位置 磨足整個早 是 我唯一可以說的就是 這一浪 就以今天為準 價位好像 就試回26 大家都牛眼望著265 之前的底位 首先現在就沒有穿 第二 你當它平底也好 兩個箱底也好 RSI 即技術補充少少 就沒有穿 都是背持 是 所以這一刻 我就暫時不做事 是 因為跌得太急了 跌得太急 一來再追撲 沒有肉吃 是 如果它今天彈高 我都還可以再想一下 撲不撲 但是它又不彈 所以 撲不下 那就不做事 你沒有理由叫它 你自己都過不了自己的關 是的 師傅 現在這樣 現在事算地露了嗎 下午回來如何呢 地露 我觀察今早 其實恆生指數 就做了一個 就是 沽壓已經漸細了 在10點半打後 其實沒有什麼沽壓 所以它爬了一點點 但是我不敢說跌幅明顯會收窄 但是今天阿爺出了一些好事 又維穩 例如呢 例如 保險資金可以出來炒 炒 這下我寧願相信引花稅 保險資金其實是時時刻刻都在炒 不過它在輸還是贏 是 是 它說不知怎樣 因為我今早看一隻蘋寶 它出了這樣的東西 可能阿爺又出口述 或者又重複 這樣 那隻蘋寶就 賺上一點點 保險股 但是都搞不定過市 喏 你這個減印花稅 是不是落實 不知道 好像說落實 我到現在仍然看到黃其帆 是重慶市原市長黃其帆 十二屆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 提出 還是前幾天的消息 我只可以說 券商今天是離奇不跌的 綠色的 是 這一下未必真確 我繼續當作是跌浪 不敢猜太多 但是 也都暫時 除非它彈 否則沽不下手 OK 現在一些外圍道指 納指標指 都 期貨彈緊 還未到四點 都不知道 即是晚一點點 轉跌都未定 但是現在 暫時不沽著 好 OK 好 加油師傅 加油 拜拜 拜拜 好啦 都是這樣 我想大家都聽完了 實質上 暫時 官網多些 好 都找到個消息 說 為何今天的內房 好像好少少 逆市請強 其中 原來就是在房貸利率方面 好幾個地方 包括北京 廣州 杭州 佛山 房地產熱門城市 都出現部分銀行 下調貸款利率的現象 不如我這樣說 我憑經驗 過去看這些消息之後 收市的銀行就會出來澄清說 我沒有的 我沒有的 你要明白 如果阿爺現在打內房 你作為 叫做 含世界這麼多間銀行裡面 其中一間你夠膽去谷內房 去減泰息 是有違阿爺宗旨 一定不夠膽這樣做 不敢統一做 Case by case 可能是 但是統一下調利率 就算他真的不小心做了 被人大肆張揚出來 他肯定澄清肯定說自己沒有做過 不敢的 逆了政策 逆了國策 所以我想 不要當真 梁小姐在這裡 梁小姐你好 喂喂喂 喂 是啊就是你 喂 那我呢 就是你 你是不是姓梁 是啊 就是你 說吧 我是想 早晨 你好 我是想問 我先生那個公司的強積金 大部份都是美國 美國那邊 之前一直都是高風險 嗯 那現在應不應該轉 轉 為中 或者低風險 其實 穩一穩陣一點 好的 我聽到有不同的說法 有些人 說 之前美股好 因為那些 企業營利還未反應 或未試過 沒有用的 沒有用的 是不是 企業營利反不反應這些 市轉了彎 就沒有得反應 等於當那個 騰訊 在400樓上的時候 就算見頂稍有回落 都仍有人說 600元 但是沒有意思的了 我想美股現在見頂 是一個很明顯的事實 是啊 如果你從一個NPF的角度來看 其實近日都多人問 NPF 不能夠一概而論 轉去保守 或者怎樣 因為我們NPF是涉及 一個幾十年之後 你說什麼是NDS 你說 你說 NPF 強積金 你不是問嗎 豐積金 不是都差不多 一樣 一樣 Pension和NPF 我想說的就是 一來不是現在要的 那些錢 是儲存的 是將來的 所以 其實你更繼續 是應該用平均成本法 就是繼續儲存的 變成了 我盡量嘗試簡單解釋 NPF應該分兩筆錢去做 第一筆就是你一直以來 儲存的 欠心 這個叫做最大筆那筆錢 那這筆錢呢 應該調整組合去到保守一點的一些選擇 那另一筆錢呢 就叫做 新入的供款 即是你繼續每一個月 人工放下去 那些 你應該繼續 原有的投資策略 即是說 繼續按比例地買 你的中港股票 按比例買你的美股 為什麼呢 因為只有繼續買 你才可以 在別人便宜的時候買到貨 明白嗎 它現在一直跌的時候 你就一直在收拾平貨 而這種質平貨 不是說今年買完 明年要升的 而是到你退休的時候 你就會發覺 你平均地罵了這些平貨 到時你還是有得著的 你明白嗎 不好意思 我還說漏了一件事 就是 就算它現在說轉 是要12月才生效 現在做轉 要12月才生效 是啊 你猜不猜到12月到時你猜是什麼 無需要猜 無需要猜 一個彎等於6月的時候 如果你見到恆生指數穿毀的時候 它說7月才生效 你都移得7月轉了 好過現在這樣的位置 所以我會說 是時候做一些防守性的功夫 記住分開 儲錢的部分 即是每一個月新東款帝族 去做各樣都買 儲好那部分 你做一個稍微的保守的調節 明白嗎 一般的 我不知道細節是否這樣分 你儘管了解後 明天再打你 好嗎 謝謝你 其實其實幫了很多人問 很普遍 因為最近 連 中港股市跌了 你可能會明白 但是 美股都跌了 都幾多人問NPF相關 你要記住 就是Lum Sum和Regular Savings 兩件事是不同的 Regular Savings 如果你立刻 停了 不再買東西 那你就會永遠 限制自己 只能夠 貴的時候 你就買很多 跌的時候 你一點都沒有得著 不是這樣做 2331 上網幾多 因為今天 李寧都可以逆市升 2331 上網幾多 其實7元這些位置磨 沒有什麼特別大把握 可以就是說 上網幾多 上網前兩三天的位置 見步行步 今天逆市升 可以保持過 何小姐在電話旁邊 何小姐你好 是你 喂 就是你了 鄭先生你好 你好 我想問1299有幫 1299 現在可不可以 進去買薄反彈 不可以 是啊 首先市場很難反彈 因為越踩越深 現在美股方面 在外圍都拖著 第二就是說 在股份方面 也自己穿了底部 所以 一穿底部 其實再反彈 只會用之前的底部 來做助力 即是說 60元那些位置 你所謂的薄反彈 其實你只會 譬如現在59元 薄60元 其實你只是薄多少 薄1點多 幾個百分點 但是隨時穿 今天 只是今天 都已經跌3個百分點 其實 這些叫做 不直撥 永遠 沒有人告訴你 這股是不會彈的 但是當我們比較 upside downside的時候 upside 1元 向下 downside 我想下一個支持位 是55元 即向上 一向下 4 即是不抵 即是說 這陣子 甚麼都沒有碰到股份 這陣子 其實真的很難找到 一隻半隻股份去做 你想想 較早之前 你這麼防守性的 941 中移動 基本上 跟市場都抗著來升 最近 現在都轉彎了 所以我會說 沒有的 無需要監自己 現在去做些甚麼 那好吧 謝謝你 好 謝謝何小姐 好 拜拜 拜拜 好了 亦都這樣說 Jason 他現在竟然 再離譜些 他現在 他不想SQQQ 想入匯豐修飾 你真是越想越邪門 你的想法 7300 上網多少 唉 市場跌著 你保持著 別問 11771 什麼事 升 有少少 有少少 強過市 剛才講完 2202 炒 上原銷售 上原銷售 很久了 是炒的話 都炒了 也這樣說 不是只有它一隻升 幾隻都是內房 升 跟剛才的新聞有關 不過不要盡信 個別銀行一間半間 是不可能敢逆爺意 自己想真才做 好了 這節時間到這裡為止 下午3點45分再見 拜拜